长髮飘逸脸蛋清秀 他即将成为华联最年轻的里长 28岁的郭延熙 受到城市县议员的父亲影响 决定从政 成功当选凤梨镇凤梨里长 那我们原本就有回乡的打算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 那么就出来参选 然后为里面服务 郭延熙当选里长 弟弟的当选政代表 希望能注入年轻气息 为里面服务 最年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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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最年轻的正妹村长 出现在云林县 年仅23岁的丁乃飞 大学刚毕业就决定参选村长 我们之后会开办这个老人食堂 那再一起过去那边用餐 都可以来登记用餐 村子里有半数以上都是老人家 把他们当自家长辈照顾 就是这样的体贴 获得大家的支持 做什么要像什么 那今天我当选村长了 我就会做好一个村长该做的事情 被分为全台湾最年轻 又最正的村长丁乃飞很谦虚 谢谢大家的赞美 他一心只想为故乡好好做事 GTV新闻综合报导